最近的时候现场一起来看到 在新北市的永和 有一名嫌犯和人相冤谈判债务 最后是一言不合 他就亮出了戾气袭击 犯案之后搭从了计程车 往三重逃逸 却又骑车返回了永和 最后是被埋伏的警力给逮捕 最新的行情我们联系给记者杨洁安 好 持续来带您关心 在新北市永和 在今天上午六点半的时候 是发生了砍人案件 而事发地点就在原爱公园这边 旁边就是一所高中 根据警方出不了解 在早上六点半的时候 有两名男子他们相约在公园 要来谈判 但是谈判的过程之中一言不合 嫌犯突然拿出欲藏的力气 就朝被害人攻击 导致被害人受伤 而当下被害人的朋友 赶紧拉着他离开 两个人过了马路 赶快的报警来求救 而被害人的手部 还有他的背部都有留下刀伤 后续是被紧急送医 而目前根据了解 被害人的朋友初步攻城 双方是为了五百元 到两千元不等的债务 来进行谈判 所以才会爆发整个冲突发生 而嫌犯犯案之后 就沿着公园来行走 最后搭上小黄离开 但警方早就已经锁定他的身份 而且进行了追踪 最新状况是已经逮到人了 以上是我们现场掌握的最新状况 再把时间交还给朋友 多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我们的合访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